大家好 欢迎来到焦点视频 我是你的指微斗素老师Wilford Chan 今天我们谈谈郑忠基 因为这两天他的题目比较多 为什么我会想拍这条影片 其实每一条影片拍我都有原因 因为上次那条影片 即是关乎庄端儿的影片 我就用了一个所谓的 梅花液素的方法 我们去做一个算法 首先那条影片就比较受欢迎 很感谢各位的欣赏 而且我也看到下面的留言 其实同样的道理 我不是很打算说 本来郑忠基我没有打算说 不过就是因为那个留言 也有一些留言 还有我自己的朋友 他们都用了几个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同样的问题 是值得回答一次的 所以我决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拍第二条影片 去做多一次的demo 去介绍一套 我们的梅花液素 中国一套传统的实数给大家 首先第一 我先回答到这个问题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第一件事就是 其实最主要都是关乎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上次我用庄端儿 很多人都觉得不画出了问题 这个是我今天重点回答的上半部分 第一件事 我再强调多一次 我不是用传统的姓名学 去和大家做占卜 这是第一点 如果你是用一套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的大师 帮人去改名的姓名学的话 不画是很重要的 我见到有些朋友就说 老师你搞错了 这件事 我们不画应该用康熙字典 做一个标准 第一 我想告诉你 就是 姓名学 如果你用康熙字典 做一个标准的话 原则上都是错的 不过这样 我今天就不打算和你们 讨论姓名学 所以这件事 我就hold住 或者有机会的话 再讨论一下 我想强调一点 我今天 和上一次 我所用的方法 是梅花液数 它不是一个姓名学 很不同的 如果你讨论姓名学的话 我们眼前 一般的姓名学老师 他改好上一次 说的 我们叫八十一零数 八十一零数 是一套 日本传过来的姓名学 不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姓名学 如果你真的对姓名学有兴趣的话 你反而要学习梅花液数 梅花液数 因为我们中国 自古以来 那套姓名学的计算方法 并不是参照不划的 这是第一件事 我想先证据 不过 由于不是说姓名学 所以我不花时间了 我是说梅花液数 梅花液数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触机 我上次也说得很清楚 什么是触机 最重要的是 我在一个时空点里面 我突然间有一些事情 我觉得心血来潮 我想做 这一刻的灵感 触机 可能大家都觉得 这是什么名字 我用一些很贴地的名字 我们叫灵感 我这一刻的灵感 就成为了我尖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这是第二 我们讲梅花液数上很重要的东西 好了 第二个就是 当这个灵感出现了的时候 我们只要说眼前的一切 一刻 就是我们的触机点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会去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字 比好像一个庄 庄字一样 这个梅花头 我们就说 这个梅花头应该是六画的 在康熙字典里面 这样才成为庄端仪 而不是老师说 那个梅花头四画就算数了 这个不是 绝对是错的 你们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是否教老师 你自己说的 我找一些证据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 我找两本古书 梅花液数的古书 第一本古书 这本古书 五百多年了 这个古书 已经在寄存在日本的图书馆里面 它是乾隆年间的 由于梅花液数的话 它也是一套 比较后期的占卜学文 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占卜这个问题 我暂时用梅花液数做一个解释 这本书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 距离现在五百多年了 我用两本古书去证明我所说的 那些东西 勃数占历 勃数占历 凡见物 有可数之数 即已成为 其实很简单 在古代 清朝 乾隆年间的梅花液数 已经讲得很清楚 如果那样东西你可以数得到的 即已起数 不需要去理解一下究竟 那个字究竟是什么 譬如我上课也讲过 上次课程也讲过一样东西 不是课程 上次的示范 譬如庄字 它有繁体字 有简体字 我们看到 繁体字 你就立刻用繁体字去尖 你见到简体字 你就用简体字去尖 你不用去做转换的 因为这个不是梅花液数的功能 不是梅花液数想你做的 如果这里是姓名学的话 你当然要 譬如说 你用个装字 去换回繁体 然后医护部首 或者有些人敢说 用康熙字典 我也想说一样东西 其实姓名学 我四十几年前 我自己也教过在香港 这些错误我不会犯的 不过 多谢很多人的大声 这个你会看到 即使是这样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再找一下 在本书里面有尖例 因为古代有些例子的例子 譬如有一个例子 你看到 他也告诉你 尖西林子 那个西字 西字 不要生气 七华 如果你查康熙字典的话 西字是六华 即使告诉你 在古代的梅花液数大师 他们眼前见到什么 他们就会去尖 他不会再深究一下 究竟背后的情况 是对 还是不对 比如说 林子 有两个欧 他就说 两欧缺 两欧缺 林子就没有了欧 他不会讨历 林子写错了 林子不是这样写的 所以如果用梅花液数的话 大家玩梅花液数的话 很容易 第一个就是 你眼前见到什么就是什么 不需要他说 我用康熙字典 把什么转 或者这个字不对 那个字的笔画错 这个字的古体不是这样 这个字的现代体不是这样 简体不是这样 你这样再想的话 这个不是梅花液数 这个不是梅花液数 这个是重要的 好了 我另外再找多一本 一本就不可以成为奋夫 是吧 这本又说是民国初恋 那就证明一样 刚才那本 《乾隆年间清初》 去到民国初恋 即是清朝滅亡 它都是这样的 可见有可数之物 即是此数作上挂 以时数方向挂 即是他告诉你 物数占 是用同一个道理 给我们知道 就是说 你看到什么就占物 不需要再去深究 不需要再去深究 所以呢 我用了这两本作例子 就是这两本古书 做例子 就是想说明给大家知道 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你们是用姓名学 去做尖 姓名学做尖 的话呢 我们看到那个尖 那个名是什么 就是什么 还有一个 你会说 这样说的话 那是很混乱的 是的 因为是占卜的 又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郑忠基 我再用多一次 同样的做法 去做多一次 又看看 梅花易素 我介绍给大家的 有没有可以考虑 参考的地方 譬如说 郑忠基 我们今天看到他 如果 你是不是真的 郑忠基 的话 他告诉你 我想尖他的名字 他用手 跟你写出来 那时候 你看到他写什么 那个笔画 就是这样 如果 郑忠基 可能是读古书的人 他用行书 寫 或者草书 寫 那些画素 可能不是14 1441个 就用他当日 寫给你的 但是对我来说 我心念一动 我就是 郑忠基 和他那个 经理人 何庆湘小姐 用这两个 用这两个做法去做 同样 我希望再用多一次 这个做法去做 让大家看得到 就是说 原来 梅花易素 去做占卜 是有一定的功效的 我同样的道理去做 希望让大家看得到 就是说 你们大家都学多一次 如何可以用梅花易素 去占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挺重要的 同上次一样 郑忠基 我笔画在这里 我都是医住 见到的笔画 都是笔画的 梅花易素 我上次也说过很多次 就是 将这三个字 如果你说 日文的 你就加多一个字 加多一个字 整体来说 加起来是 29 29 你用8 去除 我上次的视频 都说了 如果 我不再重复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看上次 阿庄端儿的视频 8 3 24 除8 那个余数 就是5 5 就是信挂 5就是信挂 另外 他那个经理人 他那个公司的同事 何庆商 得出来的数 就是34 34 8 4 32 所以是正义 就成为了一个对卦 成为了一个对卦 这个就很容易 我上次也说过 上卦和下卦的分别 就是主和下 很明显 郑基是老板 何小姐是他的下宿 他成为了下卦 上顺下对 就成为了封宅忠夫 这个卦象 好了 我们得到一个卦 就是封宅忠夫 跟上次一样 由本卦开始 我们得到一个护卦 错卦 和纵卦 这几个东西 由于封宅忠夫 这个卦在64卦中 比较特别 它的纵卦 是一样的 所以纵卦 和本卦 是同一个现象出现的 所以忠夫这个卦象 是在这次 是佔有一个比重的 好了 第一 我们看看 什么叫忠夫卦 什么叫忠夫卦 我上次也说过 我们尖梅花液素 这个尖卜法 是好玩的地方 有几样东西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它不像逆经 做一个士草占卜 那个士草占卜 你需要的过程 是很久的 它比一些 所以我们以前 我们学过的时候 就是三个团前板 乌龟鹤 阿段豪 它更加快速 赔回契数 为什麽 它是说一件事 我们叫做触机 就是那个灵感 灵感 灵感就是每个日 突然想尖一个卦 这个我们叫灵感 现今这个灵感很容易 突然间眼眉调 突然间打一次 突然间打一次 谁说我 你可以用年月日时 来建一个卦 这些是一些 我们玩梅花液素 是很特意的地方 还有我上次的视频 也说过 梅花液素 都是关乎逆经的六十四卦 现在我们看逆经的六十四卦 很容易 因为每个人都有手机 你能求得到一个卦象 基本上 我们很容易 就会解到一个卦 那就不用求人 例如你说 封宅忠夫 你在手机里面打这个名字 很快就 投了几个 他会告诉你封宅忠夫 你知道什么 什么是个答案 所以梅花液素 在我们近代 近十多年来说 是挺好用的 以前就比较难 为什么 以前我们还要记很多东西 但现在就不用了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会介绍给朋友 这个是几个方法 学得快 用得多 又不用寄那么多东西 这本书素 是不是很好用 你不知道学八字 或者学我这些 子肥九素 你寄好大量东西 你才可以去批判你 不用 例如这个 封宅忠夫 我们看了 忠夫挂里面 忠夫 屯如吉 利涉大村 利精 不如这样 我也这么说 你都可以 找得到这些 字眼 但有些东西 原来 我们学过液经 就会好一点 我觉得我们好一点 例如这个 第一个卦 刚才我说过 那个 本卦和重卦 是一样 我介绍过 本卦 就是事情 最后的本体 什么是先天 即是所有的东西 先天不当 那是原本的 本质 我们叫做本卦 那本卦 互卦就是你心里面 在过程中 你心里面 你想想的东西 看不到的 你想想不到 看不到的 错卦就是 你的对立面 难听 就是你的对头人 想到什么 中卦就是多方面的考虑 这个本卦和重卦是一样的 所以中呼卦是很重要的 在六十四卦里面 有一些卦象 是本卦和重卦是一样的 就像刚才所说的 什么叫中呼呢 呼其实很简单 就叫成信 我们古代 呼这个字 就是解成信 由成信得到可靠应验这个字 所以中呼卦呢 有两个意义在里面的 一就是中呼 中为成 呼为信 另一样东西就是 爱呼 承信 法乎 耐心 这个卦 求得这个卦 即使在讲一样东西 你要记住 这个卦呢 是从郑忠基和他那个下属 一起起出来的卦 所以大家中间呢 那个 结合点呢 那个信是什么呢 就是 需要有一个承讯 在大家 不要破坏这个承讯 还有大家要有可靠 那你会问一个问题 什么叫承讯呢 我们就很简单 承讯啊 就是大家 你信任我 我信任你 那是不是很似乎 鄭忠基和他那个下属的关系呢 看多一点点 那些人的答案是先 那些答案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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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要明白到一个问题 就是 承讯这个字 古代和今 有少少少不同的 有少少不同的 有少少不同的 那个本质是这样的 你不要破坏这个本质 你不要破坏 你不要破坏 那如果你有承讯 那又会怎样的话呢 那就利涉大村 利征 如果我们学习经的人呢 我们都会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们每逢见到利涉大村的话 通常来说的话 就会说 如果是做生意的话 就会好很多 即是可以 利涉大村古代有简单的旅行 以前来说的话 为什么会做暖行 有几个远着就是 空的就是充军 急的就是做生意 所以见到利涉大村这个字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说 就是适合做生意 所以这个忠夫卦 如果有诚信可靠的话 那我们就会说 就利于合作 而这个合作的话 可以有生财的本能 所以忠夫是很重要的 第二 那个忠夫卦 忠夫卦是疑 疑瓜 山雷疑 疑瓜 政吉 官义 自求口实 那你会见到 即是告诉你 忠夫卦是内在的变化 内在是要靠诚信的 内在里面 两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会怎样的呢 疑 疑 原来指人的口合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们叫疑 引身为养 所以我们有个字 叫疑养天灭 做得好的话 这个疑字 我们这个口 小心点吃东西 管你身体里面的话 我们就会能够享受到 一个晚年 一个良好的晚年 疑养 修身养性 具体而言 疑瓜 强调为神与疑 即使疑瓜 原始小心点说话 这个挂掌 我近期都很熟 因为我在指明口数上 教指明口数的时候 教疑瓜 太阳和天际那一刻 我会讲疑瓜 这个问题 疑养精定为吉 观察别人如何养生 已求得自己口合的充实 此言观察与学习而养之道 什么意思呢 即使告诉我们一样东西 的话 那个挂掌 显示到我们的内在 外面要靠诚信 内在要怎样的话 要小心 慎言语 即使告诉我们一样东西 就是说 不要很轻乔 不小心 每一样东西都要很小心 如果能够做得很小心的话 我们的关系就会长久 很简单 你会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中呼挂 外在的诚信 和互挂在内在的变化里面 我们都是在强调一个问题的 就是 小心 诚信 忠实 这个就是阿郑忠基 和他那个经理人 中间的关系性 我们不可以打破它 如果不是的话 就麻烦了 所以 所以 你会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 这个挂 和刚才的挂 你都会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 精这个字 这个字 而挂了一个精 精 在古代来说 就是 上一次的视频 其中一个互挂为乾挂 圆亨利精 我就不打算做出很奋夫的 去解释什么是精 其实很简单 最简单的就是 精 新精 不怕影子邪 那个精 精即精也 这个很简单 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 行得正 站得正 当然了 行得正 站得正 不同的社会 有不同的解释 香港社会的话 始终都有一个道德标准 什么是精 就是精 这个字 好了 到最后 我们讲的一个叫错挂 你会看到 也有这个精字 是不是 三个挂象 我们都讲求一样东西 就是精与正 当你不精 那时候 你就会被别人讲 这个问题 错挂了 它的对难面 错挂 我们求到一个叫小过挂 小过挂 它是亨利精 可小事不可大事 这个挂象 最大一个简单 就是音器过成 小的过错 小小的超过 这个挂真的挺有趣的 当你的对立面 即是 陈忠基 和 他的经理人 如果有些事情 是做错 在另外一个对立的角度 这个对立的角度 是谁 自己去猜一下 他们会觉得 可以小事不可大事 即使你这个小过挂 已经有小过有大过挂 小过挂就是说 做一点点错误的话 都还可以的 但是不行 是吧 是不是很有趣 大家看这几个挂象 就是 你串了所有的东西 你会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哦 原来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它是一个 基于一个承讯的关系 而这个承讯的关系的话 我们的内里 的变化 我们还要学习一件事 就是 如何去保持 一个承讯的关系 保持承讯的关系 就是 疑 疑仰天廉 要诚实 要小心 做错一点点事 都没有问题 但是大事就不能 其实 本身来说 这个关系是不错的 你想想 一个上司和一个下属 大家可以合围 或者互相信任 而且中间的话 大家都很开心 而且那个下属 或者一个上司 大家有点点 规矩过了一点点的话 大家都没所谓的 觉得OK的 这件事 但是只要大规矩 不要过就行了 那是不是很合乎 郑中基 和何兴商小姐 他们目前的一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 他们的对立面 现在觉得 那个不是小事 是有些大事出现了 所以 整个承讯 就没有了 明白吗 上次那个 就是旧挂 今次这个挂 就是中呼挂 我再说多一次 梅花易素 去做这件事 就是当我们看这个朋友 和另外一个朋友 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做一个起挂的关系 在这个时候 做一个起挂的关系 这个起挂的关系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问 不需要问 究竟 这个字 这个名字 是否符合道理 比如好像上次那样 张端怡 我用他的旧名 和新名 看出一个这样的性格 而今次的话 我用郑中基 和何兴商 去看另外人与人之间的变化 这件事的话 它就是超越了 我们不是在说性名学 所以 不要再跟我说一件事 我尽量解释给大家 这件事 我们现在不是在 讨论性名学 这件事 我们是在说梅花易素 而这个梅花易素 是可以你们去应用的 不如你新认识一个男朋友 或者你新认识一个女朋友 你想知道你们合不合 我们中间要有什么关系 去做一个桥梁 一个桥梁去对待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去建一个挂出来 当然了 要分主次了 这个最重要 如果在一个男女的关系里面 如果男强女弱的话 就男做上挂 如果反过 女强男弱的话 就女做上挂 看看关系主次在哪里 那对男女会有这个现象 那你说不是的 我初初会认识的 我不知道男女关系在哪里 那就不要 不适合用这个方法去做了 到你们开始 一个星期后 两个星期后 你们大家认识到对方 你们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原来他强点 我弱点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 当你求到挂之后 你就知道 我们怎样去对待这段关系 才会比较好一点 你要记住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梅花液数 它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是用占卜数 但是它是计算出来的 无论上次是庄端仪 又今次是郑忠基的话 我都是用一个计算的方法计算出来 我并不是用一个触机 去随手去占卜 为了这件事去就一个挂象 我不是这样做 是计算出来的 即使只要有些东西 动了的话 那挂象就不是这样的了 但是刚好是 郑忠基和韩湘小姐 他们都入了一个忠呼挂 那忠呼挂就是讲求诚信 好吗 那今次我就回答了大家的问题 所有的事情都 我希望 我很欢迎 你们大家写留言 你们觉得 如果好像今次这样的话 有人说 用性命学错了的话 我又对我来说很幸运 我又可以说多一集 所以我很喜欢这样做 还有一个问题 我在焦点视频这里的话 我都是以一些比较显浅的角度 以及一些宽乐的角度 所以我都会用这些流量的密码 去跟大家去做一些所谓的 述数的评语 或者解释 我不是用一些很深的角度去讲 如果大家想听小弟一些很认真 很深的评论的话 我在每逢香港时间 我在每逢星期日 下午1点的话 我会有一个免费的网课 Zoom的网课 你们有兴趣的话 在下面留言的话 我的partner 他就会把那条链送给你 还有我自己另外一个 有个视频 叫做解决高手 那个就悶很多了 那个就悶很多了 那我在FMG点视频这边的话 我会尽量用一些很开心一点 有趣一点的角度去解释 因为浅的问题 就是圆壳可以有两套看法的 可以用一些浅浅一点 不是太深的 那当然 不是太深的话 就会有很多问题出现的了 那我也都欢迎你们问我 那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同样在下面做留言 那我看到的话 我觉得一样的就是 如果一两句解释的话 我就会在下面留言那里回答它 但我觉得值得再说一期 那我就会像今次这样的话 会为了这一样东西再说一期 或者有机会 我们再说姓名学 因为中国的姓名学 和我们现今的姓名学 其实是两套方法 好吗 多谢各位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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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